李委員早 委員長早 首先我們看一個表 這個表是根據目前海外華人的統計 前三名是印尼 泰國 馬來西亞 這都是我們 不管台商也是相當多在那邊 所以應該是我們最重要的服務目標 我在過去這一年來也都一直要求 我們僑委會應該把工作重點 從歐美轉移到東南亞 因為你剛剛也提到了 在這個質詢的過程裡面也提到了 就是所謂的這些華僑 可以來補充我們國家的人力 而且這些僑生如果說不在台灣工作的話 回到僑居地也可以幫助我們台商 來進行生產建設 所以東南亞地區是我們工作的重點 應該放在最優先的重點 是 目前我們把僑生跟僑生台商的服務 這其實都是已經是最優先 好 謝謝 你肯定這一點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要引進 要讓我們這些僑生 能夠到台灣來就學 進行建教合作 或者甚至可能是就業 他必須要了解 熟悉我們的中文 對不對 是的 我們的語言他必須要熟悉 是的 那我也知道您關心這個語言的學習呢 還特別邀請了我們的副委員長 有這樣這方面的專長 是不是 好 那我們來檢視一下 你在這方面工作的成果 這個是僑委會的 全球華文網 全球華文網 這個是中文版 那沒有辦法 沒有問題 我們都看得懂 對不對 中文版 那邊有個叫做華語文學習網 所以點進去的話 當然就可以進入華語文的學習 我想這是非常理所當然的 那這個版的另外一個替代案 替代版是英文版 是英文版 我們來看一個英文版 這個呢 英文版絕大多數也都是英文 但是中間那個新聞的部分是中文 所以如果是外國人的話 如果是學英語的話 他都看不懂 好 我們就點進去那個 e-learning的 portal 這個入口網站 好 我們進來看 全部都是英文 看起來很配合 很適合歐美英語系的 有這樣子背景的 這樣子的一個人士來學習 這個是看起來也不錯 當然有什麼電子書成的一個廣告 是中文的以外 那基本上我可以說 達個80%到90%的這個 這個對於英語學習 有英語背景的人學習中文 是一個不錯的一個狀況 那我們再看下去 那麼另外一個遠距學習網 是中華寒壽學校的學習網 那這個含蓄的時候 我直接就引入了英文版的網頁 這是英文版 這樣子看起來英文版的話 好像30%到40%是英文 譬如說about CHCS 這個是英文的 其他全部都是中文 只有一個會員 我要報名都是中文的 我好奇 如果是英文版的 會讀英文的人 他看到我要報名 不知道怎麼報吧 他已經懂得中文了嗎 我不曉得 這個是不夠友善 不夠友善 好 那我們就點名進去 點進去 我要報名 就算我假定我是一個外國人 然後我都真的知道了 那店邊 有一個 這個我們很重視 這個學習的條件 所以有一些規範合約 講了一大堆中文的 然後說你同意 我要同意 那我同意了 那因為我看得懂中文 我不相信那個懂英文的人 不懂中文的人看得懂 同意填進去吧 進去以後 開始要報名等等 這個時候有中英文的混雜 這還算OK 所以 從這樣子的一個 我們這樣試走了一趟以後 你可以發覺 如果是懂英文的人 他可以進去 可是他沒辦法進到全程 因為他不懂中文 第二個 我剛剛說過 對英文學習的人 是我們的工作重點 我們今天培養這些僑生 希望他進到台灣來學習 他必須要有中文的基礎 而我們最重要的 三個前三 回到第一頁 我們的前三個國家 印尼 泰國 馬來西亞 更何況我們台上的工作重點 越南 越南也不少人 越南的華僑人數 還有緬甸 對不對 都是有上百萬人 這都是我們將來吸收的重點的地區 我們都沒有讓他們友善的能夠學習中文 這個就是我今天的主要的一個問題 我跟委員報告 我們其實也發現這樣的問題 所以我們在印尼的招生的廣告 那在去年的時候 我們就已經開始用印尼文來做宣導 讓學生更容易一下子就了解到說 當然我們知道這幾個國家裡面 它的這個僑生的中文程度 其實是稱之不齊 像馬來西亞緬甸 它的中文程度就很強 但是在印尼的話 它就中文程度差一點 所以印尼 我們現在針對印尼的僑生 我們還設計了印尼輔導班 那就是讓他們對於這語言方面能夠掌握 那另外還有幾個地區的僑生 我們希望說 他們進入了這個 我們僑大先進步 那讓他們有先有一個適應學習 那我想這剛剛委員講的 這個指教部分非常的對 我們希望能夠有更多的人力物力 我們把這一步也補齊 我盡力而為 因為這是 這個不是盡力 是應該要很精確的訂立工作目標 我知道 我們你 就是你做這個施政有重點嘛 是 你把重點放在這個地方 然後我逐年逐步的 或者是逐月逐次的 能夠把它改善 好的 這個我想並不困難 因為你那個基礎架構已經在了 只是怎麼樣去做presentation 對不對 那我 因為你的工作重點 必須跟你手上有的這個資源 能夠相搭配 所以我這邊期許 我們的喬委會 在這一方面 你至少要 我的政策要鼓勵喬生進到台灣來學習 我們也希望他能夠配備的中文的能力 來學習 那當然我們就應該做最好的準備 喬委會已經做了這個準備工作 只是過去呢 似乎呢 放的重點是在英語系 真的我們還不足 那剛剛也提到 即使是英語系的 我是外國人的話 我要寫中文 我看到的中文 我也是無傻傻 對不對 完全看不懂 所以這方面 我的建議很簡單 今天我假定要找英國外國人來 英語系的 我就找一個 會懂英文的 說你現在來學中文 透過我這個網路 你走一遍看看 你的困難在哪裡 告訴我 我幫你改變 同樣的越南人 越南學生 各地的學生 叫他走一遍 當你做出這個所謂的 prototype的這個model以後 你就請他走一遍 你就會發覺 他的困難在哪裡 你就可以很快的改善了 所以我想這一點 其實並不困難 我期待我們的喬委會 在這方面能夠多做一點 那最後一點 就是這些學習網 因為我沒辦法進去 這些學習網本身 如何跟我們的中文認證的系統 去做連結 你的中文認證 我們有華文認證 中文認證 這個中文認證 是我們進入台灣學校的一個 所謂的基礎門檻 那這個門檻 如果跟這個學習網 能夠做連結的話 那當然你的這個誘因 還有這個動力就更高了 最後一點 我拿出了一個網站 現在社會型手機都很方便 app學習中文 前面十個 前面十個全是簡體字 第十一名是一個 看起來是中國人 就是台灣人也可能 我不曉得哪裡的人 但是是一個華人 開發的繁體字 app如何跟你這些 遠距教學者結合 現在前十名 除了android自己開發的以外 有新加坡人 有香港人 有倫敦 甚至有個叫做Moldova 羅馬尼亞的一個子國 開發的 而我們自己呢 有這個設備 有這個體系 我希望在這方面 也能夠符合潮流 以上 好 谢谢李通告委員 謝謝